今年大學繁星推薦棒榜四位高中成績相當亮眼 全校65個人報名繁星 也有60個人榮登金榜 錄取率高達9成 校長蔡忠和表示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206人次透過大學 包括了繁星申請入學特殊選材 獨立招生等管道 錄取包括有台青 郊 城 鎮 車 台各大 還有台師大等優勢大學 曾經令人讚嘆 四位高中在今年度的三學成績 可以說是相當亮眼 以繁星計畫來看 普通科有50人報名 就有45人成功錄取大學 其中更有20人次錄取台青 郊 城 等頂尖的國立大學 綜合科的部分 總共有15人報名繁星 最後是全數成功錄取大學 其中有10人次錄取台科大 平科大 澎湖科大等國立科技大學 而這一切亮眼成績 除了學生的努力之外 也要歸功於老師不辭辛勞的教學 第一個當然在各種教學設備裡面 也都是非常的充實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有一群很認真負責 有愛心的老師 他們在考群的時候 也長長好幾個月利用晚上 來陪伴他們讀書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學生的努力 學生的努力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升學的部分 真的大家都要按部就班 然後配合學校的一種進度 模擬考 那學校在升學組裡面 他們有安排13項 84個升學的輔導 同學們今年拿出好成績 拼上心目中的理想大學 再亮眼成績 讓我們聽聽看 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我最想要感謝的是 我們的班導師 陳敏華老師 因為對我來說 他提供了 就是在考試 他平常會安排很多小考 然後複習準備進度 也是按照他這個小考的進度去讀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在考學測 學測快要到的時候 就是他有幫我們 就是按照學測的考程 調整我們班的作息 然後讓我們的作息 能夠適應學測的考試時間 跟休息時間 然後這個是 我覺得讓我能夠適應 學測考試最棒的地方 我非常感謝學校 就是在我各身這條路上面 給了我非常多的資源 包括學校安排一些教授 去教我們如何去準備備審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在面試上面 也有請教授來學校 幫我們去練習如何去面試 那我相信就是因為 有學校這樣子 種種的安排及活動 才能讓我在個人身體上面 能夠有如此亮眼的表現 校長蔡忠和也表示 今年大學學測學生表現不凡 截至目前為止 全校515人 已經有206人次 透過大學繁星 申請入學 特殊選材 獨立招生等管道 錄取台、清交成 以及政大、台科大、台師大等優質大學 而今年在體育項目 更是有14人成功征選入學 由於目前綜合課的統測推增 結果還沒有出爐 學校將會積極安排 專業的教師、指導學生 準備第二階段的備審資料 及模擬面試 期望再創高峰 視為高峰站 記者許立芹 畫面試報導